真爱,明知相思苦,偏要苦相思,这是极致的思念,更是真爱的情感,极致的思念是深入骨髓的情,那是一种如心如非的爱恋,一个人若是有着这样的爱意,即便是思念到心疼,愈碎愈烈,也不会有着肆肆的怨恨,因为真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情感。 那种悠悠然的柔情想念,是来自于心灵的自安释放,那是一种依赖也一种温馨的暖,更是一种别人给予不了的依赖,有你真好,有人说思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存在,这或许是不会有着统一的诠释,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着自己的感受。 思念的滋味是苦是甜,只有深爱中的人自己能懂,一个人若是有着深情的爱意,就会有极致的思念,那种入心入肺的爱恋,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一种情怀,只能独自用心品味,别人无法分享,也不可能有着同样的体验。 想念一个人想到心有着欲碎,欲裂的疼,可能就是达到了思念的极致,那种吃不下也睡不着的想念,是一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感受。 想念中会有盈盈的期盼,期盼者相信期盼者心爱人的消息,就连在梦境中都不会放过自己,心总是在四梦四醒之间徘徊,思念至极时, 情就像是入虎入水的毒,心疼着泪流着,却不会生出一丝丝的怨恨,只因这是入心入肺的爱恋,我想你了,远方的你还好吗? 想念的心有着欲碎欲裂式的疼,这入心入肺的爱意,让思念的情达到了极致,有情纷纷扰扰的在心头上缠绕着揉恋,那疼痛中有心的期盼你可知道,白天站在窗口,望着远方想你,想你在, 坐在什么?想你过得好不好,夜晚期待着你能在梦中出现,那样就可以让思念了一天的心,能有个依靠的气息知道,有你才是真好, 入陷入肺的爱恋想是一种习惯,想念到心疼时,泪眼泥蒙中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,这或许就是思念至极时的情感,那种梦幻般的体验,似真似假迷糊的傻傻地分不清, 想你时的孤单感,促使着自己一遍遍把记录翻看,或者是眼不离平地盯着你头像发呆,就那样默默地看着静静地想着,任凭心有着欲碎,欲裂的疼,也没有丝毫的怨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